在家里煮东西呢我们都用瓦斯炉 那么但是现在一种新式的瓦斯炉 它是玻璃面板非常的漂亮 价钱也很昂贵 很多好宅呢都是配备这种玻璃面板的瓦斯炉 但这位民众呢他在家里煮早餐煮到一半 就是这个玻璃面板突然爆炸 当时碎片呢四处弹飞 它还好没有受伤 而我们询问专家专家也表示没错 这种玻璃瓦斯炉是有爆炸的风险 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四个诀窍 盛防爆炸 煮早餐煮到一半 瓦斯炉的玻璃面板突然炸开 左下角碎成好几块 还有长长的一条裂痕 把母子俩吓了一大跳 网友po文分享当时爆炸的恐怖过程 到底为什么玻璃会炸开 专家告诉我们有四种可能 玻璃面板耐热达250度 可以连续使用一个小时 但如果时间超过就有爆炸可能 摆在炉上的锅子 直径不能超过28公分 重量也要低于15公斤 才能避免辐射热往下 让玻璃温度更高 锅子太大的话 当然它的重心还有力量 内容物也不可能再重 它也会当然会 玻璃会破损的状况 专家还提醒刚炒完菜 玻璃面板还有余温 如果马上用冷水会抹不清理 冷热瞬间接触 也有可能会爆炸 玻璃面板最催落的 其实是四个角落 如果菜刀或是尖锐物不小心中击 也会导致玻璃碎裂 刀具有每个尖锐点 刚刚喷出到这个四个角落的地方 那当然就比较容易破掉 像这样炒菜温度至少200到250度 炸东西也有180度 使用玻璃面板的确要注意时间长短 专家说现在多半的建商或豪宅 厨房设备都是玻璃面板的瓦斯炉 统计去年玻璃面板爆炸意外 至少六起都和使用状况有关 切剂以上这四点也不要用菜刮布擦拭 造成面板刮伤 才能确保安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文台中 采访不到